众所周知,当下的娱乐圈几乎是流量至上,甚至很多实力派老戏骨都要给那些流量明星小鲜肉做配角。 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流量明星就代表没有演技。 接下来小编就盘点一下,因演技而被重新认识的明星,千玺,热巴,杨子上榜,谁让你意外? 1.张艺珊作为童星出道,很多人对张艺珊的印象一直是流星,叽叽喳喳,调皮捣蛋。 多年来,张艺珊也想摆脱流星的影子,之后长大成人的张艺珊考入了专业的表演院校,经过专业的学习,凭借网播剧于最终精湛的演技,刷新了大家对她的认知。 人们对她的印象不再是以前的流星,而是一个优秀的青年演员。 如今,她的谍战新剧局中人正在各大卫视播出,相信又将刷爆网络。 2.易阳千玺,作为风靡一时的少年团体,想必没有人不认识易阳千玺的。 以前在团体里,易阳千玺总是那位不被人注意到的人,一个人默默地不说话,同时也饱受质疑,也是三人中发展最不好,人气最低的那位。 现在的易阳千玺,几乎可以叫做改头画面,一部长安十二时辰,刷爆网络,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好评声音。 而大荧幕第一部作品《少年的你》,更是斩获金像奖最佳新人奖,在电影中的表现更是让人惊艳,很是让人动容。 长大成人的她,更是有一张高级脸,受到国际大品牌的青睐,俨然成为三人组发展最好的那位少年可欺啊。 三,迪丽热巴,作为新疆四美之一的迪丽热巴,大众似乎只不看她的美貌,而忽略了她的演技,不论是克拉恋人,还是三生三世系列,都刷新了人们对她的认知。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,却靠实力在娱乐圈拼得了一席之地,更是获得了精英女神的头衔。 四,杨子,或许对于杨子来说, 很多人的印象应该是家有儿女中的小雪。 多年来,杨子一直在突破自己,走出自己的舒适区,没人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。 杨子也不例外,在经历了低潮期,发胖,无戏可拍的阶段,杨子靠着自己的实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。 不论是欢乐送香蜜,还是亲爱的热爱的等,靠着精湛的演技迅速爆红,现在的杨子依然成了一线实力派女星的代表。 这些明星,既有流量,又有演技,怎能让人不爱呢? 因演技而被重新认识的明星,纤细,热巴,杨子上榜,谁让你意外?